大家好 各位刀友好 欢迎来到中国古兵器大讲堂 我是朱建师王爵 我关注中国传统刀剑的文化 也关注刀友们所关心的一些话题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个 汉代还手刀的一些话题 然后我又专门制作了一期 关于解读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 叫中国古兵大揭秘当中的一集 叫还手刀的那一集的事情 刚刚上传就被告知说我违规了 来了个通知 涉嫌存在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版权的内容 既然有这方面的规定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遵守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就直接跨过 不带插入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 那么这次我们主要是讲一下 汉代的另一块主战兵性 汉剑 大家都知道剑和刀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在于 刀呢是单刃的 而剑呢它是双刃的 就是由于当时汉代的这个金属野链和这个钢铁野链技术的发展 然后钢铁的这个应用也从当初的农具向兵器上发展 因为早期的汉代的决策者们认为 清铜制作的器皿或者物品 它能称之为器 就很尊贵 那么钢铁当时仅限于这个农具上的使用 所以说它们称之为叫恶金 也就是说从新地理上是瞧不起这种金属的 但是无奈因而因为钢铁的一些性能 是远远超过清铜在兵器上的一个使用 所以说也不得不让决策者们转变观念 把这个钢铁兵器大量装备军队 大量应用于战场 汉剑最早大规模应用在战争的时间 应该是在西汉的早期 大概是在公元前的206年开始 它的形式主要是继承了东周和仙秦的一些 青铜剑的一些形式 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的横截面主要是早期是以八面为主 再然后就发展为六面 当然由于六面是属于过渡阶段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内阁时期的六面剑的存实量会非常非常少 到了西汉中期之后 它就演化成四面剑 但是由于钢铁性能的加强 四面剑又因为它便于加工 它也能保证它的这个强度 所以说在后期应用就非常多 它一些特点呢就是说 这种贴身狭长 折尖扁劲 以这几个特点为主 早期的这个焊剑 它的全长大致上 是五十厘米到七十厘米左右 特点主要就是刃比较宽 底线的那个位置呢 就相对来说有点薄 主要是以卡铁和刺为主的 大多数呢 是配一些青铜的一些间隔 和一些装具 当然也有一些 溜金啊 溜银啊 或者是香蝎宝石的 但这些最主要的是 在这个高阶的军官当中 来使用 也就是它们的配件 到了汉代中期和后期的时候 这个剑的长度 也是不断地在增加 长剑的这个全长 一般都从八十厘米 最高能到一百四十厘米的角度 也从最早的这个单手握持 也变成了一个双手握持 这么一个状态 在双手握持的时候 它的皮卡 和它的刺的力道 都会大致地增加 这个时候的这个汉剑 已经从单兵的自卫武器 成为战场上的一个主战兵性 每一个士兵啊 都要拿着它上战场进行撒发 配饰呢 也有少部分的进行预装 挫金啊 挫银啊 等工艺 大家看这些呢 都为王侯 显贵 他们的配件 上国时期的这个曹操 就有一笔玉庄剑 他名字叫倚天 曹操在他的这个诗文当中 也曾经有过其倚天常见的字眼 可见当时的这个 这个玉庄装具的汉剑 这个他的主人身份有多么尊贵 好 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汉剑的形式和他的一个装具 我们把镜头聚焦到这个剑上 上面的这一块就是短剑 任常在60到80厘米之间的 顶手呢 是单手握持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称之为手臂 这个区间 我们称之为剑身 当然啦 这个就是恰 那从装具上来说 这里 我们称之为剑手 这个地方叫剑合 当然还有另一种称呼 叫心 我会把这个字单手打出来 那俏这个上面 这个俗称 挂环 也叫剑字 也叫剑字 俏底的这个部分 也有称之为标 也有称之为臂 但称之为臂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 在 汉箭的 液装的 汉箭上面的 这个俏底的这个部位 称之为 这个部位 箭壁 在这个部位 在这个部位 看 看 当然这边就是 液装装具的 它是双手握持 长度在 一米到一米一之间 好 我们镜头再聚焦回来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能作为主战兵器的保剑 其实为数不多 汉箭 以其独特的这个行字 和它当时所处的那个历史史起 在中国的这个保剑史上是没有什么可比的 它应该是独一无二 无剑能结 地位也极其重要 在我们这里应该它是备送推送的 中国汉代的这个古兵器和刀剑 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进步 首先是钢铁剑当时取代了青铜剑 后来又有还手刀 取代了这个汉箭 成为当时的一个战场上的一个主战兵器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刀能够取代剑作为战场的主战兵器呢 我考虑可能原因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呢 就是从征兵培训到上战场 如果新兵使用刀上战场的话 那它的培训期实际上一周就够了 一个礼拜拿着刀可以上战场 主要就是批、卡、刺脑 很简单 当然如果是使用剑上战场 对士兵的要求就会很高了 士兵的这个培训时间和周期就会长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呢 可能就是因为在制作工艺啊 或者是装备这个部队的这个数量 还有当时的这个经济成本 等一些这个其他原因 到了西汉晚期啊 无论是从战场上的功能 和兵器的威力啊 制造的技术啊 它的规格啊 长短啊 还有一些 关于权力的这个标志啊 社会的地位啊 还有一些财富的一些象征啊 和剑的装饰方面这些艺术啊 等各个方面来看啊 汉剑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历史的一个颠峰期 也就是说中国刀剑历史上第一个颠峰期 成为中国古代战场上的刀为主 剑为虎的这么一个分岁的时期 就是汉剑和混手刀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汉袋的这个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刀友对其他什么品种的刀店感兴趣 可以留言给我 我争取呢 满足各位刀友的愿望 好 再见